三十四岁的蓝振龙 竟和相识十三年 大他两岁的周又廷 爆出长爱四个月的 有龙恋了 连三夜不打烊 蓝振龙恋爱周又廷 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九点 本开幕集 周又廷开车来到蓝振龙的住处 他把车停在车道入口 下车跟警卫讲了好一会儿 但认真的警卫 不仅没有认出他是艺人 也不愿放他进去 真是求到最高点 周又廷正好拿起手机打电话 想必是打给蓝振龙求救吧 最后警卫得到蓝屋主的去认之后 才终于放行 让周又廷顺利进入停车场 本开车夜守候十三个小时之后 隔天早上十点多 周又廷的车才缓缓开离蓝振龙家 他还下车走到警卫室换阵 缴停车费 才回到自己的住处 送走爱人的蓝振龙 后脚跟着出门拍戏去了 这天拍戏拍到晚上九点多 蓝振龙收工之后 跑到导演杨冠玉开的餐厅 与一群友人坐在门口聊天喝酒 一群人有说有笑 直到凌晨才离开 周又廷和蓝振龙 一起到延吉街牵车 坐上副驾驶坐前 蓝振龙还回头张望 看看有没有人跟踪 周又廷一路火速开往蓝家 蓝振龙还先下车 去跟警卫打招呼 随后车子开进了地下室 同样的剧情 11月24日晚上再度上演 周又廷开车来到了蓝家 只是这一次 他不需要再看警卫的脸色咯 拿着蓝振龙给他的遥控器 畅行无阻地直接进入蓝家的地下室 连续三天共度吹销 看来两人的爱活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咯 有人透露 蓝振龙和周又廷相知相惜了13年 两个人同期出道 却一直没有擦出爱的火花 这次两个人都是单身 是时候被大家给祝福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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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